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第八章起个头 六十页 六十页的第八章 考十八分 这个章节也是同学们公认 最难自学的一个章节 其实这个章节学习的要点 就是8010 工地上的纠纷种类 把它分分清 后面就会容易很多 8011 工地上的纠纷 主要分为民事纠纷 民和民的纠纷 分为合同纠纷 或者侵权纠纷 再一个民和官 因为行政执法而引起的 就叫做行政纠纷 例如在政府工程中 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 因为质量 工期而产生的 就是合同纠纷 民事纠纷 那么施工单位因为不服环保局的处罚 或者住建局的处罚 这个时候引起的就是行政执法的纠纷 这个很容易区分 1-1 下列哪一个属于侵权纠纷 A 发城包双方因为转包而引起的纠纷 B 发城包因为工程质量而引起的纠纷 C 发城包因为台风导致工期延误而引起的纠纷 D 工地塔吊倒塌造成批林建筑物引起的纠纷 哪一个是侵权纠纷 第一 ABC有合同叫做合同纠纷 第一 没合同叫做侵权纠纷 然后我再问同学们 施工单位被住建局责令停工 导致工期延误 受到了业主的罚款 施工单位和住建局之间 有没有发生过侵权纠纷 没有 侵权纠纷是民和民之间的纠纷 住建局如果处罚 施工队认为罚错了 这不是侵权 这个是行政纠纷 听明白了吗 好 一干二 关于行政行为的特征 说法正确的是A 行政执法以有偿为原则 无偿为例外 写反了对吧 写反 B 行政执法行为不具有裁量性 还是有裁量性 有裁量性 它是比方说闯红灯 罚50到200 那么交警在法定的这个幅度之内 根据具体的情节和情况 给一个合适的罚款额 比方说100块钱 这就说明它有一定的裁量性 C 行政机关在执法的时候 要不要跟相对的协商 比方说我这个施工许可证 七天发不出来 能不能15天发给你 这个不好商量的 是吧 要依法来发证 另外一个呢 城管要砸摊 需不需要跟小贩协商 从哪里砸起 这个都不需要协商 第一 行政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具有强制性 对的吧 这个题来选D 1-3 某地住建局检查工地 发现没有设置为党 依法责令停工 那么住建局责令工程停工 这是一种A 行政处罚 B 行政裁决 C 行政处分 D 行政强制 哪一个 A 责令停工 属于行政处罚 8012 民事纠纷的解决 分为两大类 中局和非中局 中局性的只有两个 诉讼和仲裁 那么具体表达就是 生效的法院调解判决 生效的仲裁调解和裁决 其他任何调解 包括行政机关调解 人民调解 争议评审 任何和解 比方说打官司过程中 庭外和解 都是属于非中局 书上没有写过中局非中局 但是考试又要考 它有三层含义 括弧一 非中局有赖于当事人自愿旅行 只有中局性的 才可以找到法院强制执行 非中局手段 可以通过共同申请公证处 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 或者共同申请法院 对协议司法确认 把它转化为中局 解决一个民事纠纷 非中局手段可以任意利用 就好像小两口吵架 可以找共同的闺蜜来劝架 也可以找居委 王大妈来劝架 但一定是在一个地点 采用一个中局手段 给他彻底了结 就好像一个人不能又上吊 又跳河 上吊成功 就没有跳河的事情了 好 第二题 以下民事纠纷法律文书中 哪一个有中局效率和强制执行力 A 双方签订的仲裁和解协议 任何和解都是非中局 B 经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 人民调解原本是非中局 但是经过司法确认 转化成了中局 对吧 B 对的 双方签收的专业机构调解书 那么这个是非中局 交警队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 民事赔偿调解书 那么我们注意到 行政机关对民间纠纷的调解 也是非中局 如果第八章只考一道题 那么就应该考这道题 它是对学习效果最直接的检验 这个题做对的人概念清晰 后面所有地方的学习都不会比别人差 这个题如果不小心做错 那就说明最要紧的事情你没考虑过 你的基本概念一糊的话 那么很多地方就学得不太好 所以这个题是最关键的题目 务必把它搞定 每年都考 刚才我们讲到了 仲裁和输送两个都是中局手段 而且只能选其中的一个来解决问题 获财获胜 那么仲裁 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它有哪些特征 我们继续讲 仲裁的生用写上压题 因为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考过这里了 仲裁的生用压题 平等主体的民和民之间 合同纠纷 财产纠纷都可以仲裁 但是不平等主体 火计告老板的劳动仲裁 村民告村委会的农业承包合同仲裁 他都是先财后省 非中局的仲裁 所以不是用仲裁法 仲裁法讲的仲裁是平等主体 是中局的 没问题吧 所以这两个仲裁不是用仲裁法 还有两个纠纷 不能仲裁 婚姻家庭纠纷 只能起诉 不能仲裁 只能起诉 不能仲裁 第二个呢 就是比方说两兄弟抢遗产 认为这个老头子留下的那个房 应该归我 那么这个呢 是不可以仲裁的 只能起诉 第二个 民和官有行政纠纷 要通过民告官来解决 仲裁 他只解决民事纠纷 他是民告民的一个概念 好 这两段话呢 是今年的压题 仲裁的特征 写上1920年 连续考了两年 19年20年都在考 所以今年呢 是非重点 好 翻过来 第三题做一下吧 第三题了解一下 关于仲裁的特点 说法正确的是 A 仲裁委员会 隶属于行政机关 还是不隶属 不隶属 他是体制外的 B 仲裁以公开审为原则 还是不公开 仲裁是不公开 不接受群众监督的 C 仲裁员是两个当事人 协商选定 对了吧 第一 仲裁裁决做出后 可以上诉 还是不得上诉 不得上诉 因为他是终局性的 讲到这里 8013 行政执法纠纷 城管砸你的贪 对不起 城管砸你的贪 警察贴你的单 他都是代表国家执法 作为国家的一个机器 他无权代表国家和被执法的老百姓私了 因此行政纠纷 没有和解 调解 这种私了的制度 他只能通过公了 也就是民告官来解决 民去政府告官 叫行政服役 民去法院告官 叫行政诉讼 我们把这两者的关系 画成了下面的图 行政纠纷发生后 老百姓有两条路好选 第一条路 60天之内 先去政府告 这叫行政服役 如果政府的处理 让你满意 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如果不满意 你还有机会在15天之内 继续去法院告 这就叫行政诉讼 第二条路 是不经过政府 直接去法院告也可以 六个月之内都能告 两条路里选一条 表格写上压题 今年压行政服役 和行政诉讼的对比 他们最大的区别 是告的地方不一样 复义是在政府告 诉讼是在法院告 第二个区别 复义是书面审 你把书面材料寄过去就可以了 他一般不让你人过去的 人一般不让你去 但是法院是开庭审 民和官必须去趟法院 当着法官的面争一番 废议机关本身就是行政机关 他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也审查他的适当性 如果发现不适当的行政行为 废议机关可以直接纠正 做出新的行政决定 比方说合肥市环保局罚了你50万 你不服 跑到安徽省环保厅 又告了合肥市环保局 省环保厅改罚为5万 因为他觉得合肥市罚得过分了一点 改罚为5万 这个就是对他的不适当的司法行为 进行修改 然后重新做出新决定 是吧 但是法院我们都知道 他是司法机关 他没有行政权 法官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内行 合法不服 合法他很内行 对他的适当性是外行 所以法官对适当性一般不做判断 也无权进行纠正 最后 副义决定是非中局 因为你不服还可以起诉 诉讼是中局 不服也得服 第四题 历史上就没考过 所以我们现在我讲了多少年 我至少讲了十多年了 这个第四题 他从来都不考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某司工大妹在投标中违法 住建局的罚单 5月20号开出 司工大妹5月25号收到 11月1号 司工大妹打算通过有关途径 撤掉这张罚单 去告住建局 但是离5月25号开始算 已经有 5个多月了 对吧 这时候还能不能复义 复义的时间过了 同学们注意 时间是从5月25号开始算 就是知道的时候开始算 那么你复义的话 必须是7月24号 就是60天之内 你才可以申请复义 所以复义了 必须是在这段时间才可以复义 直接起诉还来得及吧 直接起诉了 是从知道6个月 所以5月25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 都可以直接起诉 直接起诉 但是你注意 一旦过了11月25号 这个事情就没得告了吧 就没得告 明告官机会最多就是6个月 同学们 我们一个工地 两三个亿 罚个5万 50万 我们不是罚不起这个钱 都出得起 但是吃罚单 他最终的目标 他不是说光罚了钱就了事了 市库一平台建好了以后呢 这些罚单是要连到网上的 连到网上以后 一年之内 不批准资质的升级和真相 然后我们发现 每投一个标 资格预审文件中都有一句话 投标人必须承诺 最近一年没有行政处罚记录 最近三年 没有因为骗标 串标 受到过任何处罚 所以他要影响到我们一年到三年的投标资格的 这个才是公司的大事情 听得懂这意思吧 所以最关键的时间点 你过了哪个时间点 就不能再告了 你当然要关心了 是吧 第五题 写上压题 关于行政复议说法正确的是 A 行政复议既可以解决行政纠纷 也可以解决民事纠纷 错 他不解决民事纠纷 B 复议中可以随时调 错 民告官不调解 民告官不调解 C 复议既审查合法性 也审查适当性 对吧 复议决定是中局还是非中局 非中局 同学们 在十多年前 比方说一零年以前 我们这个行当 很少听说 哪个施工队去民告官的 大家都不告的 但是最近几年 我们差不多吃一张罚单 就去告一次 吃一张就告一次 什么原因 就是四库一平台建设了以后 罚单上网 影响我们全国的投标 刚开始住建部门也不习惯 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莫大的损害 妈的我一定要给你穿小鞋 真是你去 但是后来他发现 他只要开罚单 人家都要告他 告习惯了就算了 所以同学们思想了 一定要开通 一定要转化 要知道现在的民告官 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政府工程 一个工程做下来 我们的项目经理 其实跟那些业主甲方 都已经成了兄弟哥们 天天在一起玩 但是没有合同依据的钱 你让他给你一分钱 他都不敢给 他会告诉你 这个工程要审计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被人举报的话 纪委还要找上门来的 这笔钱你要想要 可以 欢迎你去法院起诉 法院判决下来了 有判决书做一句了 我理直气壮 把这个钱给你 审计没问题 纪委那边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听懂了吧 你一定要有 这方面的思维方式 你才会对打官司 有个全新的看法 法院一开庭 原告施工单位起诉 法官我要三百万 被告建设单位表示 I do 我愿意 法官说严肃点 这打官司了 这又不是求婚 实际上呢 很多事情就是走个程序 我们被住建部门开了罚单 也是如此 我们不服 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们为了生存 为了投标 我们不得已去打这个官司 走个程序 请法官评评你而已 所以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也不是伤天害你的事情 听明白了吗 一定要改变观念 好 我们休息会 待会继续 明日期贷ич 明日期贷